嗨,大家好,我是漾 今天這集來講外星人飛船 這艘卡在樹上的太空船是哪個外星人的 而且這太空船怎麼有點像賽亞人的太空船 賽亞人應該也算是外星人吧 這艘太空船是當年貝奇塔乘坐的 這個太空船模型是我成年後組的第一個模型 這個模型沒有打磨也沒有上車,只有樹組 人生第一個模型大約是我三歲還是四歲的時候組的 那時組的模型叫魔洞王,而且沒有說明書 所以並沒有組起來 對不起,我那個時候還沒有這麼厲害 其實這不是什麼外星人太空船 樹屋簡單講就是,這些房屋有可能靠在樹幹旁邊 用不一樣的方式利用樹幹支撐房屋 或是這些樹幹對於房屋會起一定的作用 但也有樹屋只是離這些樹幹很近 樹幹就在房屋的周圍 其實這種房屋叫做樹屋 樹屋的名字叫做Fish BV Spheres 就是自由精神領域 難道是精神時間訓練房 那到底裡面有什麼?可以住人嗎? 裡面是可以住人的,可以容納兩人 一樣也有床,有桌子,椅子和衛浴設備 然後這個圓形的玻璃窗,可以讓你欣賞外面大自然的景色 有一種讓你跟森林和大自然融為議題的感覺 這是現代版的田園私人的生活 田園私人的生活不一定是很簡陋的 這個樹屋是樹屋旅館,目前有三個 名字分別為這個,這個和這個 這個EVE不是日本的紫通腰EVE 如果要買EVE的話,我推薦買QuickDX 要效迅速比較快 這三個樹屋旅館有對外開放營運 價格為175到314不等 這個樹屋旅館是一名加拿大人建造的 名字叫Tom Charlie 其實從很早的時候就開始建造了 大約是在1990年的時候 所以你就知道其實花了不少時間 當人們問Tom為什麼要花這麼多時間 建造這球形樹屋旅館 他說所謂建築就是創造一個 自己滿意的舒適環境 一般傳統的房子 大部分都是方方正正的 而圓形代表了統一與完整 圓形的建造 將地板、牆壁、屋頂完美的融為一體 其實各式各樣的樹屋都有 我再講幾個好了 就像樹木上的一盞日式燈籠 這間樹屋的名字叫做四號樹屋 在加拿大安大略省馬斯科卡區市的蜜月樹林裡 你也可以稱它為蜜月湖樹屋 這個蜜月湖樹屋 你可以聽到外面的樹木在搖曳的聲音 風和陽光 還有月光可以穿過這個蜜月湖樹屋 在樹屋裡的人們可以感受到微風 你注意看的話 樹屋是以四棵原有樹木為地基 充分利用現有樹木 並沒有破壞這個地方的原始性質 與大自然融合 這個樹屋到晚上的時候 真的就像一盞日式燈籠 這個燈籠是Lukas Kost的作品 這個LK其實搞了很多跟大自然有關的建築 而且不只是局限在於樹屋 例如這個可以讓你深呼吸的咖啡廳 在室外就有綠液了 在室外人形空間有這一片綠牆 這片綠牆是有點作用的 牆壁在一眼內可以製造出超過100人份的氧氣 消耗70噸廢氣 超過16公斤重金屬 以及14噸灰塵 咖啡館的室內一樣也有綠液 室內牆上掛滿了綠色植物盆栽 綠色盆栽掛在牆壁的偏上方 一方面可以吸收陽光 另一方面可以幫客人擋陽光 Lukas Kost說 我們希望激發起人們對健康食物或綠色建築的荷望 首先要做到的 就是在空間裡讓時刻對周圍的環境 有豐富的感知力 我來講一個有點愜意的樹屋 說到樹屋就來講一下日本樹屋第一人 小林蟲 被譽為樹屋達人 是因為小林蟲在過去的15年裡 已經建造了120個樹屋 而且小林蟲還不是建築師 誰說業營的贏不了職業的人 所以不要畫地自限 是你自己限制了你自己 跨一步就出去了 之前日本南部熱海市度假區 在這個度假區想要建造一套樹屋 於是他們想到小林蟲 但這個樹屋也不是小林蟲 一個人獨自完成 小林蟲和NIP建築設計事務所的中村洪志合作 建造這個日本最大的樹屋 這個樹屋建造在這棵樹林有300年的張樹中 建造在張樹中好像有點想法 大家都知道住在山上或是森林或是野外 蚊蟲很多 樹屋防蚊也是個重點 張樹又可以叫做香張或是本張 張腦油就是將張樹樹幹削成薄片 然後蒸餾出張腦油 但張腦油具有毒性 不要以為天然就代表無毒 其實自然藉許多毒花 毒植物的毒性比人工合成的還強 有毒性雖要適當管制 張腦油在各項產品中的濃度 而且要標示保管好 避免兒童誤食 張腦油雖然具有毒性 但以直接吞食原液 未經稀釋過量會致忍於食 或直接塗抹原液於皮膚而重度 所以要塗在皮膚的話 那個濃度很重要 要經過稀釋 建造在這棵樹林有300年的張樹當中 我覺得小林蟲的想法是 張樹的樹葉、樹枝和果實 都能發出這種清香的張腦氣味 這種清香會永久保持 可能會有稍微防蟲防蚊的功能 而且總比一般的樹木好 也不用將張腦油直接塗在皮膚上 我剛說的建造在樹中 也就是說樹屋的結構是獨立的 所以樹屋並不是靠樹幹去支撐 屋外設計就是避開這些樹幹 屋內的話就讓樹幹穿過 因此每次建造樹屋前 小林蟲都會細心考察樹木生長情況 盡量做出不影響樹木的設計 它建在鋼筋框架上 而那些鋼筋框架 則神奇地穿過古樹 給古樹提供了一個支撐結構 避免其受到傷害 樹屋周邊還建設了一些空間 也就是那些樓梯空間 讓你覺得好像在樹上玩一樣 樹屋頂部也一樣是木質地板 你可以選擇在室內或是室外下午茶 這間樹屋名字叫做這個 這個就是日語的張木的諧音 再來講一個看起來像是綁在樹上的樹屋 這個樹屋的名字叫做The Mircube 在瑞典的郊外 屋內可以居住兩人 雖然空間不大只有四立方公尺 可是該有的還是有 迷你客廳也有窗戶 這樓梯上去是什麼 還是窗戶 而且這個樹屋還會隱形 樹屋的背面也就是房間的入口 藉由樓梯吊橋進入 這條入口能讓你有一種進入秘境就消失的感覺 你會說這旅館明明就表露無遺 沒有隱私性 一舉移動人家在外面都看得一清二楚 不用擔心這家樹屋被譽為隱形旅館 這間每條邊長均為四公尺的房子 由鋁製材料製成 旅館的外牆用特殊鏡面製造 所以無論你從哪個角度看 看到的都是鏡子的反射 反射出樹木、天空、雲朵的景象 看上去就像是隱形一樣 這種隱形是用另一種方式 與大自然融為一體 為了避免這個偽裝性極高的樹屋 被飛行中的鳥類撞傷 它的外面貼上了僅有鳥類可視的紅蛙線薄墨 這就兼顧了鳥類和樹屋的安全 所以以後你在外面看到 怎麼會有樹穿過一個立方體 那不是裝飾品 那是一間隱形旅館 所以它的名字才會叫做The Meal Cube 然後樹屋不一定會很原始 也不一定會很簡陋 也不一定都是用木頭打造 那我講一個有點Fashion的樹屋吧 想離開都市的吵雜喧 去和大自然融為異體 那我們就當一棵大自然的樹吧 你從高空看這間樹屋 真的好像跟大自然融為異體 而且沒有都市的吵雜 感覺年輕優雅 這間樹屋位於哈薩克斯坦的一座山上 是哈薩克的建築師 Ibed建造的 不是蓋一棟建築物在森林裡 就真的是樹屋 你注意看這建築裡面有一整棵樹 這原柱體建築有旋轉式的樓梯 可以從一頭到四樓 這個樹可以全方位360度 無視角俯瞰森林全景及自然採光 室內更有一整棵樹 串起整棟建築的樓層 讓戶外綠葉與室內植栽 相互呼應著自然氣息 設計這棟玻璃樹屋 是為了當遠離鋼筋混凝土的城市後 有一片自然的氣息之所 在設計與建造時 保證的玻璃樹屋 絕不被傷害到這片自然環境 樹屋的本質是回歸自然 哈薩克斯坦建築事務所 先前於2013年 便設計了這棟位於森林裡的概念式樹屋 就是只是一棵設計而已 並沒有真的搞出來 他說問題在於尋找投資者或贊助商 實際上建造它並不困難 據說他找到兩個投資者 其中一家擁有 生產透明太陽冷電池版的玻璃工廠 他對這個項目很感興趣 有可能就是用這個360度的太陽能玻璃板 提供整間樹屋的電力 他是講太陽能投資者有興趣 但我看應該還是一棟紙上建築 什麼是紙上建築 紙上建築你也可以說是那些不可能建成的建築設計 就是不可能建成所以只能出現在紙上 當然它這個圓柱型樹屋是可以建成的 只是缺乏投資者 所以還是只能出現在紙上 會成為紙上建築一定有它的原因 原因有可能是各式各樣的 其中一種造成紙上建築的原因 是因為那些建築是不可能完成的 所以還有紙上建築比賽 看誰的設計有想像力 有創意 有思想深度 在這些創意中有沒有專業深度 還是內容只是唬爛 經不起推敲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記得分享和訂閱 拜拜我們下期見